杜老师上个阶段大略的帮我们看一下 今年的一个局势 乌云还是很多 乌云密布还有小夕 是有根据的 今年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遗留去年度留下来的 比如刚刚讲的像生息 像经济上面的问题 好那要请教杜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那接下来的应战方式 还有在技术形态上面 可以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关键讯号 支撑你在去年底也其实有预告过 今年要胜防大C波下跌 所以现在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 好我们来看 如果股市在涨的时候 我们会找说哪边是压力要注意到 比方说我们在去年看了 1万8000就压力了 现实已经开始跌了 跌我们要找说 哪个位置是支撑 哪个位置是我们可以买的地方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像去年这么一直下 它是比较有一个大的震荡 后面我会用我的选学预测 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是台湾的股市 台湾的我这个用法是 每一根是一年的线 整个这个来讲的话 民国这个指数是51年 是27点开始涨到这个地方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架构震荡里面 下面有一条线 那叫做支撑二叫做最长的一个超长期成本线 那我们现在来看了 这样涨上去以后 是不是都围绕那个线在上面来走 因此我们可以把在支撑二 它就是约略在十年线附近 当作我们今年的下档的当赛 以那边大概就1万1到1万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区 到那边是我们再看怎么样去做布局 国安基金之前几次都是在十年线买进 所以那是一个支撑二 1万1左右是一个很强的支撑 再来看支撑一 12682是我们民国78年创造的高点 所谓的支撑越过前次的压力 回挡下来则压力变支撑 因此看得出那个点是不是就称样 是不是12682 所以当作下来的第一道支撑 比方说我们在第一季往下跌跌跌 跌到12682 甚至说这一次是不是12629 是不是就开始 去年是最低的时候往上上去 它是因为碰到12682 这一个点的第一道支撑 所以这个支撑相对为强 这个如果这边往下跌破之后 各位来看 是不是有10256 10256是整个好多年的 来回大转折的高点 它也是一个更强的支撑 这时候10年线是在11000 那个现行支撑是在10200多 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抓 11000加12000多 大概在多少点 1万点左右 上 1万点上500点 1万点下500点 升到9500点 1万点中一那一带 都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当我们把这个大架构 给大家看完以后 我们大概知道说 去年这样子是跌 今年是衰退 但是我们来到了下档之后 就抓出来了 一个整个区间在哪里了 那这个台湾观看以外 国际的影响要看一下 那我们影响最大是看 指数相关的道琼 道琼的位置就在哪里呢 道琼现在是超长级成本线 是往上的 它是不是离 算相对强 因为它离超长级成本线 还很远 它的下面是不是295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强 一个支撑在这个地方 这个支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打到2万8 这边产生一个支撑 创高 做头下滑 这个支撑在这个地方 所以上去下来在这里 因此我们认为 这线对线下来到了 2万9 2万8 支撑是相对为强的 道琼如果强 我们的指数型的股票 就不是急需的大跌 因为它影响的是 台湾相对的大型的股票 大型股票不跌的时候 它大概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这是道琼 可是我们台股 比较联动比较多的是科技 是废半 可是我们看 从去年底在观察 不管是纳斯达克废半 那现行好像都不太漂亮 弹都弹不上去 弹不上去的 那我们再来看 明显我们就看到 跟电子相关的NASDA NASDA就弱很多了 弱很多了 我们上次在看反弹的时候 是不是在10519 那根转折点 也是我会讲 台股那边也要反弹的 那个点弹了一段以后 接着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我们来看 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10519这个区间底下 上面是不是长线压力 往下压了 它都往下压 但是下挡的9838 是不是在下面的撑住 而这个转折点 一样前市压力越过为支撑 所以我们认为 在往下的时候还算好 因为它接近一个长线支撑 所以这个股票产生的是 今年是上下上下的震荡 它是震荡偏长 空头里面偏空的震荡的 不是急速下面的 所以这大概知道 所以我们的NASDA电子股 还有下跌空间 还不急着说立刻去买进 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 很多电子股都跟它相关 注意到存货的削减 还有获利率的如何提升 这个是我们在 1234这几个月的最大的利空 电子股的 看这个 好 所以因为刚道琼的 这个指数是往上的 但NASDA是相对位阶比较低 费半也是 所以如果跟台股的联动密切比较高 我们先以看哪一个指数为先 NASDA 因为台湾是出口是以电子出口为导向 所以我们最大块是电子这一大块 所以我们先看NASDA 先看NASDA 它本身在这地方支撑如何 我们刚刚看线 它是不是下来 它现在已经停在几个月了 123 包括前面那个点 是不是有四个月停在 10500多在那边停住 所以它在这地方会产生一个 很强 我们观察有没有打底 如果在那边停顿要涨 各股要打底 所以如果电子股没有打底的股票 都还是弱的 看完它以后 我们要看半导体 半导体 因为我们现在神山移走 但半导体还是台湾的大象 我们看看半导体 半导体 这个相关性更大 因为台积电 ABR等跟它相关 费半一跌 台股第二天 啪就开始跌了 我们来看它的指数 连动的比较面积 连动的面积是费半 这也是一个空头区的往下来跌 它第一个 持字线 红字线 碰到支撑 弹了一次 这个点可以多参考 那这个点是下面 画了两道 一个是虚线 一个是1983 接的是不是都蛮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费半还有下跌空间 但是中期而言 它的下跌空间 已经有限 这是我们这样看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不管是从台股或是美国股市的 技术形态来看 今年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大震荡 所以如果今年要修 会还是会有修正段 而且修正段可能空间 也都是要注意 是幅度蛮大 但是只要回挡到长期的 成本趋势线 就会有支撑 就一定会有支撑 所以台股如果来到说是 1万点上下这附近 一定要买 非买不可 不行不能讲一定要买 绝对不能这样讲 支撑是用来跌破用的 压力是在突破用的 所以你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出现止跌讯号 转强讯号才可以买进 都不可以见到那边就去买进 所以也就是说 还是要等就对了 到了这个位置点 反而就开始要 是要看讯号有没有浮现 对如果你在1万4 你看绝对是不对的 1万3这边就开始涨 绝对不对的 到1万0的时候你看 它有没有讯号 再真正出来那是个买点 但是要到 它发动我们才买 不是傻傻的往下去买 OK那所以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 逐月来说 我们的安排步骤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 摆到下一段跟大家讲 好 还有很多的一些操作技巧 所以我们把一些操作技巧 再留在后面 但回过头来 我们下个阶段 要先来聊一聊 那今年的焦点布局呢 有发现到2023年一开年 其实不管是国内法人 还是国外机构 都在点名高值利率股 通常我们会讲到 这些高股息 不是都要等到 靠近股东会的时候吗 什么样的缘由 让这些国内外机构 大家在寻求 高值利率的保护呢 收拾一下 下回来请教博吉哥